我們請那個 雙面人講一下好不好 不是啦 不是這樣講啦 你應該是說要恭喜LULU 新聞那麼大 這一次雙面入圍 雙面我們是雙面 憲哥LULU承探點今年再度 以綜藝大熱門入圍金鐘主持人獎 三人十二日開心出席 金鐘入圍分享會 不過日前LULU 卻無端捲入雙面人風波 這是他在發文字清後 首次露面 大家都很是關注 你總不能因為 LULU的腳像蘿蔔 所以你硬是把它擺到那個坑 對啊 怎麼會講你雙面人 我們這個相處的八年 我都沒發覺 雖然說我們都知道 情不折自清這件事情 但是因為你知道 已經你要連那個 我們在管理委員 什麼媽的什麼阿姨大家 都會來問 因為平常我不會那麼嚴肅的 講這件事情 因為你知道 攸關都是人格的事情 雖然說我們這樣看 我們剛剛一直在互 互相的說 互給我拿一個東西 然後怎樣 當然擂台上都會有這種事情 我們是好玩的 我們互相相愛 但是當如果有時候 有一些無心之過 但變成真的會傷害到 某一個人的時候 其實這就不是 你台上比較短 對 所以我才會覺得說 那要好好的跟大家講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可以用時間來證明的 那天發出那個聲明 就恩姐有傳訊息給我 但是傳給經紀人 因為我們沒有那個聯絡方式 然後也很謝謝他 他太客氣了 抱歉 喔 我有看到這個 但是因為他那個影片是真的很久很久以前 那個時間 他跟現在長不一樣 我也長不一樣了 對 所以你說 小黎會不會記得 你一年前就好了 你遇到受訪者 對 除非是這種我們天天見面的班底同學才會記得嘛 所以我覺得 大家不要再為了挖而挖 然後為了說 為了打臉而打臉 我覺得這有一點就無聊了 我有聯絡上這個同學 然後但是因為他 因為他本來之前也是我的Dance 他有A的過我的幾次動態什麼的 所以他也覺得不知道後面會造成這麼大的風波 所以他有跟我Say Sorry 然後我也覺得就是沒事了 對 大家就是到時為去吧